好吧 上面呢 咱们是稍微的讲一下咱们的笑脚本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那下面呢 咱们就是一些基本的格式 咱们可以来试一下 对吧 就咱们写一个笑脚本 咱们实际上是怎么写呢 那肯定就是咱们的直接写吧 对吧 比如说你直接什么 Hello.sh 对吧 这就是咱们的笑脚本 咱们一般来说 脚本咱们都以.sh作为咱们的结束 好 那然后里面咱们注意就是什么 咱们一样 首先咱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这里面呢 咱们一般来说咱们都会带一个这种什么 带一个这个 然后是什么病啊 然后什么sh啊 或者病什么bass啊 那这个东西咱们什么意思呢 对吧 警号咱们肯定知道什么意思 注释吧 对不对 警号表示注释 然后后面注释内容呢 咱们实际上表示什么呢 好吧 这个咱们也直接写下 表示讲什么 哎 诶 那这里咱们这个好像是 啊 我看一下吧 乌天赋更棒啊 乌天赋更棒啊 对吧 表示什么啊 好 表示用哪一种 什么呀 效解释器来解析 咱们什么解释来解析 执行咱们的程序脚本 对吧 就是这行的咱们实际上就是指定咱们的这个脚本咱们是哪个 语言的 语言的 好吧 哪种解析器来解释的 那这是咱们第一个 然后呢 后面咱们什么就可以直接写咱们的内容了吧 对吧 比如说我就打印一个什么打印一个hello 然后 无二的 对吧 直接打印或者什么打印一个反正其他的 另一的东西咱们都可以啊 好吧 当然是什么 你直接哎 这边再来一个什么注释啊 什么的反正都可以 对吧 然后你什么 在上面这边呢 同样也可以来一个注释 对吧 一个警号就够了 对吧 一个警号就够了 表示咱们后面东西都是咱们什么都是咱们注释 好吧 那这个咱们直接来走段 对吧 对吧 然后这里咱们就是什么 现在是不是有个hello.sh的脚本吧 对 但是咱们注意这个脚本等现在来说 你的前线是什么前线 有x前线吗 没有x前线吧 没有x前线吧 没有x前线 那咱们怎么执行呢 对 一个是增加前线 另一个等什么 可以直接用这个来做 好吧 sh hello.sh 对吧 等于说什么 前面呢 就像咱们的awk 咱们不是说了吗 awk 然后什么 咱们直接带你的执席命令行吧 对不对 这东西其实也一样啊 sh后面是不是带什么 带你的文件吧 对不对 awk 也可以什么-f 你的文件吧 是不是-f 它只是什么 它只是多加了一个-f而已 好吧 这就是说咱们什么 指定了 哎 我是用什么样的一个什么 我用什么命令去执行你的脚本 对吧 那这个就是咱们这块 当然咱们可以什么 可以直接什么 前级mod 然后什么 u 加x 加呢 对吧 然后什么 hello word 是吧 然后这个咱们就是什么 现在来看咱们这块有x前线吧 对吧 先看后面看出来啊 有x前线的是不是都出题 是吧 黑一点 对吧 然后再接什么 那再接着咱们就可以直接点斜杠 hello 点下去 咱们直接这样来执行 为啥这篇 我前面没有注视吗 上面我 我不都一样的吗 啊 这是sh 的 一样的啊 这个执行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给打出来了呢 可能一个就是好像真的是 然后多来几个 对 一般一个不够 都是多来几个 不管它了 对吧 点斜杠 hello 没有了吧 对好像真的就是多来几个 好吧 给它全线咱们直接OK就行了 好 这是咱们写脚本 咱们其实脚本呢 咱们其实就这样写 好吧 一般来说就是这块 咱们写一个注视 但这注视呢 咱们说过可以不写 好吧 确实可以不写 不写的默认咱们就是用这个binbers来解析 好吧 binbers来解析 或者怎么样 或者咱们像这样 这样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指定咱们用sh 来解析咱们的脚本 好吧 用sh 来解析咱们脚本啊 好 那然后呢 咱们再接着咱们就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直接来什么 hello 咱们刚刚说了嘛 直接这块咱们直接删了 可以吧 这块咱们也直接删了 没有问题 对不对 直接删了 我就保留这一个 是不是也可以 对吧 那保留这一个呢 咱们再接什么 那这个点切杠 hello 难不难执行 对不对 难不难执行 肯定难嘛 咱说过咱们什么 有个默认的解析器吧 对不对 binbers就是咱们默认的 好吧 binbers就是咱们默认的 所以呢 这个咱什么 实际上咱们简单的这种的 只要你是咱们什么sh的这种的 binbers的这种的 咱们可以不写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是什么 你是咱们awk的 那咱们就一定要把这个awk的解析器把它注视上 对不对 直接注视上或者怎么样 或者咱们就也可以什么 比如说你写了awk的 咱们就是直接用这个awk来调用就行了 就跟咱们刚刚说的一样 直接这样来调用就可以 也是可以的 对吧 ssh的可以了 是吧 不要去的 咱们也可以 对吧 咱们有没有ch ch好像csh就没有啊 好吧 位置csh呢 没有 好吧 no 对吧 一般来说咱们都是在优势b下面吧 应该是 这种的咱们都是在这边 好吧 那上面两个是不是都可以 对吧 上面两个都可以啊 好 那这是咱们这一块的 直接咱们这样什么 直接这样使用咱们就ok了 好 那然后再接着咱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写的话咱们实际上就简单的写一下 然后再接着就是咱们的需要的变量 对吧 编程的话咱们一定要注意咱们什么咱们是有变量的 好吧 那然后变量呢 咱们主要什么咱们分为系统变量 对吧 系统变量和自定义 对吧 刚刚awk咱们是不是也有什么 也有系统变量吧 对不对 那系统变量呢 咱们主要什么 当然系统变量咱们有很多啊 咱们使用设程命令 可以直接来查看咱们的系统变量 好吧 看到吗 这里的这么多都是咱们的系统变量 直接一个set就行了 对吧 一个bush看到没 默认的咱们什么 需要解析器吧 对不对 默认解析器就咱们这个bush 然后呢 下面这个什么 a r g c v 呀 command呀 对吧 都一样的 硕士也一样 好吧 然后下面的什么colors color什么的啊 呃 用户呢 home 看到吗 对吧 加目录吧 hostname 这个是不是也很熟悉 对吧 这是什么咱们的系统 x86还是64位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语言 对吧 加完后我们咱们设置过 好吧 然后这个log name 对吧 咱们什么 吉日子的这个用户嘛 对吧 就咱们的系统变量咱们其实有很多 对吧 最主要是什么 咱们比如说你的echo 量什么 多了多了 怕是是吧 对吧 多了怕是然后什么 多了咱们的pwd 也是一样的吧 很多时候咱们就是用这些 然后包括你这个优势 好吧 包括优势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咱们注意要什么 使用色彩咱们直接色彩咱们就可以把它给查出来 好吧 色彩给查出来 然后大家咱们就是什么 就是咱们的用户自定义变量 就这些变量呢 咱们说过可以呃 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啊 好吧 都可以用 自定义变量咱们其实也一样 好吧 也一样 那然后咱们说加把里面咱们定义是怎么定义的 对不对 什么印太了 然后什么 i 等于1 是这样定义的吧 对不对 要带什么 数级类型 要由于什么 除始值 对吧 那这个咱们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什么 高级语言咱们才是什么 强类型的语言吧 对不对 编译型的 像编译型的语言都是弱类型的 不需要定义什么 类型好吧 需要啊 什么咱们 咱们的awp也是 是吧 高级语言是java咱们的强类型语言 需要咱们定义 然后编译型的吧 怎么是这个型呢 3吧 好吧 编译型的都是弱语言 咱们这个呢 那咱们就来看一下 对吧 直接来定义 比如什么 那这边咱们就定义的就是什么 1.1 直接走 然后呢 echo一下 多了a吧 对吧 这个引用咱们一定要注意啊 带上你的多了 对吧 那a11 然后什么 再来个a.1 hello world 对吧 然后再来什么 echo多了a 是吧 又成了什么 hello world 然后你再设一个a等于3 哎呦 怎么从这里输了 形式都行啊 echo 然后什么多了a 是吧 类型随便转换 是不是都可以 对吧 类型随便转换都可以啊 那这个咱们稍微的提一下吧 就是一般的规则 好吧 其实咱们变量一般来说什么 咱们在另一个上面咱们一般是全大写 好吧 一般都是使用大写啊 规则就是什么呢 咱们变量名呢 咱们一调度不能使用什么数字 然后开头 好吧 不能使用数字开头 那首字母 那是什么 不要使用咱们贝尔系的关键字 好吧 这个一般来是什么 咱们所有的语言咱们其实都会提到这点啊 关键字能不用咱们就尽量不用 对吧 就比如说什么 set 这东西咱们就叫一个关键字嘛 对吧 包括你什么咱们什么pwd啊 咱们的pass啊 这东西是不是也都是你的什么 都是你的关键字吧 对吧 就这块的关键字咱们是一定要注意的 作为咱们专业的开发人员 咱们这些东西咱们一定要把它给搞定 好吧 那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一些双引号跟单引号的区别 对吧 双引号 单引号 咱们在这边什么 咱说这个a点一 这个单引号 以及a点什么 a点一双引号咱们其实从这里来看咱们其实好像是没有啥区别的 对吧 这是什么echo咱们的多了a 先看一下 这有什么区别吗 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是吧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咱们这个咱们要对咱们什么咱们很多的东西咱们其实都是 那比如说如果说我a等一hello 可以吗 谁告诉你不可以 可以啊 然后什么echo多了a吧 是不是 那a等一hello 我a的呢 这个可不可以啊 这个应该不行是吧 那看一下 对吧 它报的是什么 外的没有命令吧 对不对 就是加上空格它是什么前面的就结束了 空格就表示什么 一个一个的命令吧 对不对 那这种咱们就退什么 咱们是不是要用引号来做 对不对 那这样的时候咱们说这种什么咱们用单引号还是用商引号 在这里咱们都是一样的吧 对不对 就单引号上面上面商引号上面单引号 都一样啊 但问题是咱们如果说我要什么 如果说我是这样的呢 hello 外的 对吧 那比如说我是这样的 然后我想实现的是这样的一个 就比如什么 什么hello 外的加个s 好吧 就是我想实现的最终的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要求你用hello 外的用咱们刚刚的变量来做 这里是不是咱们什么hello 对吧 对不对 那hello 外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咱们的best 可以吧 好吧 咱们直接这样写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怎么做比较合适 对不对 咱们刚刚设了什么A等于咱们的什么hello 外的对吧 用加号是吗 A就直接等于这个hello外的咱们这种的咱们如何去实现 比较的合适 好吧 如何实现咱们注意啊 这东西咱们怎么做 对不对 这东西咱们怎么做 啊 多了A 然后S是吗 一只best 是吗 是这样的吗 是 如果我前面再加个什么echo 是不是 那怎么办 哪个地方加银行 S 这里加银行 这样加 是吗 是吗 加一个这个 加什么 加什么 哪个地方加银行 哪个地方加银行 哪个这里加单银行啊 是这里吗 啊 是这里还是加这里 是这样吗 对不对 那试试吧 看起来好像有点像是吧 出来啥了 是吧 这个A就什么 这个多了A好像没有当做变量来做了吧 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办 是吧 这个怎么办 那如果是这个呢 看一下是什么 哎 东西好像出来了是吧 是不是 咱们 咱们至少后面的一只best出来了吧 前面咱们说这是什么呢 他是不是多了把这个AS 因为中间没有任何的 空格什么的吧 他是不是把它当做了一个变量 对 这个变量咱们没有定义过吧 没有 没有定义过前面就是空吗 对不对 那说明这个东西咱们好像 好像有细是吧 有细啊 咱们不用加大银行 加什么 加啥呀 加这个吧 对 把它引起来嘛 对 这个表示什么 这个咱们前面这个表示你的变量 后面呢 就是咱们的自不颤 对吧 咱们咱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呢 Hello world is better 好吧 咱们就是要加一个这个 对吧 这个当然什么 咱们说咱们以后如果说你的 嗯 脚本咱们可能有什么 十多个数组 十多个参数的话 咱们其实就可以用这种的方式来 引用咱们的参数 第几个 第几个参数 咱们其实就这样用的 好吧 这是咱们最快的 那但是咱们要注意 那咱们可能说这个可以 那这个用单引号呢 单引号行不行 看一下单引号 单引号 他做了什么操作 单引号他做了转意操作了 对吧 咱本来这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引用变量 然后呢你用单引号把它扩起来 就直接 输入约是什么 我就是什么了吧 对吧 是什么字符 我就直接给你转换成你原本的 含义了吧 对不对 给你转换成了原本含义 仅将咱们什么空格转意 对吧 上引号咱们实际上是转过意了 你像这个 空格 他是不是转了 对不对 咱在不用引号的情况下 你看一下什么 咱这个是不是报错了 对吧 不使用引号的话咱们A点名hello word 咱们实际上是报了一个错 没有什么 没有word这个命令吧 对不对 没有这个命令 然后咱们使用上引号 它就是一个字符串吧 对不对 是不是空格就已经什么 转换成了它本身的含义吧 对吧 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空格 对不对 没有引号咱们什么 空格就是你的什么 语记的启动 对不对 分格嘛 语记的分格符 对吧 只要有空格咱们什么 空格后的咱们的一个单词 它就会作为你的命令 对吧 就会作为你的命令 对吧 那然后单语号呢 注意看单语号咱们是什么 会将 变量 变量 引用 也什么 拖曳 对就是同样转移嘛 对吧 咱们本来这个东西是 引用我的变量的 然后你用个单语号 扩起来 我就已经不是什么 不是引用的意思了 对吧 我就把它转移成我原本的意思 好吧 所以这个是咱们单语号双语号 咱们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好吧 单语号双语号 咱们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好 这是咱们这一块的一个内容 然后咱们再接着咱们就要来看一下 那咱们说咱们这个变量 定义了变量 那我如果说我想 起销怎么办 对吧 注销你的变量嘛 对吧 咱们加二里面什么 咱们定义了你的内 那我是不是要释放你的内容 对吧 支援嘛 对不对 那这个释放咱们就什么 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叫什么呢 按设 好吧 比如说按设的A 对吧 咱们刚刚是不是有个A 对不对 然后再来个什么 IconA 多了A 现在这个A还有内容吗 应该没了 对吧 因为我什么 我已经释放了 好吧 那但是咱们注意咱们还有个就是什么 咱们说这个变量 咱们现在变量是不是可以随意的修改吧 对吧 你想把它设成什么值 咱们就设成什么值 那咱们说加把里面 咱们是不是有个常量的概念 对吧 有常量 咱们销里面咱们也有什么 也有常量 那常量呢咱们就怎么做 Lid only 用这个来标识你的常量 对吧 比如说我要什么 Lid only B等于3 对吧 我设置一个什么 设置一个B变量 然后你的初始值是3 那然后呢 Echo一下多了B是吧 是不是3 对吧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要来个B等于4呢 能不能复值 对吧 告诉你什么 指读的变量吧 对不对 指读变量你就不能什么 不能改变你的值 那这个就是咱们的常量的用法吧 对不对 那咱们说指读变量咱们能不能unset呢 可以吗 看看 都不行啊 对吧 都不行嘛 那就是什么 你关了这个筛线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对 关了就完了 好吧 它的范围就是你的整个的筛线期间 都OK 好吧 都OK 好 那这是咱们这一块的一个内容 那然后咱们再接着咱们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咱们说这个东西 对吧 咱们定义的变量 咱们是不是一定有个作用率对吧 作用率就叫什么 咱们在加瓦里面 咱们在方法里面定义的变量 你不可能在方法之外调用吧 对吧 咱们在类里面定义的属性 咱们在方法里面是不是始终可以引用吧 对不对 始终可以引用 那这边咱们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好吧 咱们这个咱们就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上面有个案例啊 咱们直接看一下 就这块的咱们这个的案例 好吧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AB 咱们可以直接来写一下吧 啊 比如说嗯 makeDIR一下吧 然后是怎么说 sh 咱们用什么 完了 这个上了咱们就直接放这吧 对吧 VIA VIA点s27咱们看一下 咱们里面呢 直接来一个 对吧 然后什么 并 警号吧 斜权 斜杠并下的 对 好吧 这个咱们就直接写一下 然后呢 比如说我定一个变量 A等于A A印 咱们的A点s27是吧 对吧 咱们然后再接下来一个什么 Echo 多了A吧 好吧 然后咱们注意咱们什么 再来一个咱们的什么斜杠路 结果 就是说我在这里面我要调用一下我的B点s27 可以吧 可以啊 对不对 在A的什么 A脚本里面我要调用B脚本 其实是一样的 好吧 其实是一样的 好 那然后咱们直接来 然后再接着vi一下咱们什么B点s27 对吧 这边也一样 然后什么 警号 斜杠并下的 好吧 那这个呢咱们什么 咱们就直接来一个B等于同样定义的变量B1等什么B点s27 好吧 然后当然什么咱们Icon一下咱们的多了B吧 对不对 然后再接着Icon一下 多了A可以吧 是不是可以 对不对 咱们这个什么 咱们是不是A里面那么 定义了A的变量吧 对不对 A里面定义了A的变量 那我要在B里面 因为B是属于我的A的指程序吧 我在内部调用了嘛 对不对 那就是指的 好吧 那正常来说咱们什么 在咱们的加把类里面 咱们说你的什么 类里面定义的 我在你的方法里面 好像是可以用的吧 对吧 类定义的在方法里面可以用 那这里咱们可能什么 我觉得那你在什么 在你的负方法里面 在你的负方法里面 调用的定义的 我在指方法里面 应该也可以用才对 对不对 那这个咱们就直接这样写一下 好吧 对吧 跑着 对吧 那这样一来咱们看一下咱们这些的打印出了什么内容出来 对不对 那这个咱们直接来什么 A点射器吧 对吧 直接这样执行一下就OK了 好吧 好 这个没有前线好吧 欠几末的然后什么 U加 那个是A点射器 B点射器 好吧 两个都给它前线吧 点斜杠A点射器 啊 用前线 问题是你里面注意 里面直接这样调用了它没有前线咱们是调用不了的 对吧 注意看咱们的内容 A印A B印B 然后第三个数就没有 对吧 说明咱们的前线在什么 说明咱们的A在B脚本里面不能调用吧 对不对 说明咱们的B在A在B脚本里面咱们实际上是 调用不了的 好吧 调用不了的 这个实际上跟咱们什么 跟咱们的执行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好吧 执行过程也就是什么 咱们说咱们这个 当前这个三线咱们实际上是一个执行空间 好吧 执行空间 也就是什么 咱们在这个三线下面执行的所有的命令 它实际上都会在咱们当前的空间里面开闭一个子空间 好吧 它会开闭一个空间来执行你的脚本 对吧 那然后呢 咱们说咱们执行了这个脚本 但是咱们在这个脚本里面咱们又同时调用了B脚本吧 那么B脚本呢 对它来说 对A来说 对A来说咱们又是一个子的程序 好吧 那所以呢 B脚本呢 会在A的空间里呢 它再开闭一个子的空间 对吧 再开闭一个子的空间吧 那这个咱们就是什么 子空间肯定不可能突破你的前线 去读你的副空间的内容吧 对吧 指空间啊 指什么 就像是一个子集似的 它是不可能突破你的这种的前线的 好吧 那这样一来咱们说 这个东西咱们到底怎么做 它才能突破空间呢 对不对 到底怎么做 那这个咱们就是什么 其实咱们昨天这个东西咱们其实已经做过了 叫什么东西啊 一个是破的吧 对不对 咱昨天定义什么 VIETC下的profil文件里面 咱们加完后我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对不对 一个是破的然后什么 加完后我们然后等于什么什么 是吧 把它定义成什么你的前级变量 对不对 定义成前级变量 那这个咱们就可以什么 直接来个A点A刷起 咱们看一下 就是在这里咱们把它加什么 对一个是破的 对吧 提升你什么 提升你成为咱们的整个的 空间内的前级变量 好吧 直接提升 好 那这样一来咱们来看一下 再接着拿什么 点斜杠A点A刷起吧 是不是出来了 是不是出来了 对不对 出来了吧 A印 A点SH 好吧 这是咱们的一种方式 当然咱们实际上这种呢 还有很多种的方式 好吧 还有很多种方式 那还有什么呢 咱们同样也来看一下 A点A刷起 对吧 那这里咱们什么 我就不要这个一个破的了 我就不想把它定义成整个的什么 不想定义成整个的这种方式 然后这个咱们怎么写 注意 硕士 好吧 硕士咱们说什么意思 硕士咱们说的是加载资源吧 对不对 硕士一些下的profile 反正数据重新去加载它的资源文件吧 对不对 那在这里咱们注意 咱们看一下 他如果在这里加个硕士 他能不能执行呢 点斜杠A点A 是吧 好像也可以吧 对不对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注意硕士 咱们不说了加载资源吗 对吧 那实际上什么 一个文件来说咱们硕士 我是不是就读起你的资源 是不是读起了你里面的代码吧 明白吗 等于说我这个我是什么 把读起了你的代码 然后我在当前的A空间里面执行你的代码 明白吗 我现在就是什么 我不再创建一个子空间 对吧 通过硕士 然后什么 我把你的代码提升到跟我A的执行空间 相同空间内 明白这个意思吗 提升到相同空间内 那这样一来咱们说什么 A跟B 它是不是俩都在一个空间内定义的吧 对不对 那咱们在什么 在B的脚本里面 我要调用A 那不是很简单吗 对吧 相同的空间内的 好吧 所以这个是咱们的硕士的 作用 对吧 直接加载咱们 直接将咱们的这个脚本 加载到咱们的当前的空间里面来执行 好吧 那这是咱们这块 然后咱们当然还有一种啊 A点啊 塞起 好吧 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是这种的 我也不要你的什么硕士 直接来个点 对 对 直接就是来个点 但是咱们要注意 咱们点个你后面的脚本呢 它是有空格的 好吧 不要直接什么 直接来个这个 对吧 咱们是不是前面什么 我调用这个的时候 你看点斜杠 然后什么一点塞起 对吧 那你可能就是什么 你觉得那老师你是不是写错了 是吧 没有空格的 好吧 这个咱们一定要做要有空格的 好吧 有空格的 然后咱们来把它保存起来 然后是不是一样点斜杠A点啊 设计 对吧 同样咱们也能什么 也能把它执行过去吧 对不对 也能把它执行过去 那这个点呢 跟咱们的硕士实际上是一样的意思 好吧 同样是把你什么 把你的B的脚本提升到咱们的A的空间里面来执行 好吧 提升到A的里面来执行 那这个就咱们的这种的什么 变量的作用域的范围 好吧 反正变量咱们不是什么 不是说跟咱们的加把样 你随便怎么定义 我在一个类里面 只要我在这个文件里面 那就都能用是吧 对吧 咱们这个跟加把不一样 那这个呢 是咱们这一块的一个 东西吧 咱们稍微的总结一下 好吧 那第一个咱们就是什么 A点S 中 直接调用 B点S 它是什么 会浪 没用 是吧 会浪浪 什么 B点S H 在A所在的 执行 空间中 拿什么 开B的 开开B 开P啊 好 开P一个子空间 来 来 来什么 执行吧 对 就说B 它会在A里面 开B一个子空间 来执行咱们的B点 S S7里面的 脚本吧 对不对 这第一个 然后呢咱们注意第二个 啊 咱们什么 是空间 只能 访问咱们什么 附近乘 中 用咱们的S PORT 定义的 变量 对吧 当然就是什么 有的破坏咱们就是把它提升成了全局的变量吧 对不对 这是咱们这块 那然后呢 咱们第三个就是什么 一个效尽成 无法 然后什么 将自己定义的 什么 什么变量 提升到 附近乘 空间 好吧 一样的咱们什么 B咱们也不能把它 就说B不管你起了什么咱们都不可能把它提升到A空间里面去 好吧 就咱这块的 那然后呢 第四个咱们就是什么 注意第四个咱们刚刚说了 逗号 点号啊 对吧 点号 然后什么 调用 点号 执行 脚本时 想说呢 会让 脚本 知道什么 在调用者 所在的 的进效 进程 空间 中 执行 好吧 这个点号就跟咱们上面什么 硕士是一样的 对吧 硕士指过什么样 硕士它是直接把你的 文件里面的内容直接读起到咱们的空间里面 明白吗 直接读起过来 执行 点号呢 咱们什么 点号咱们就不会开闭 指空间 咱们也是一样 直接在你的什么 在你的脚本空间里面进行一个执行 好吧 这是咱们这块的一个作用啊 好 那这是咱们这个调用的咱们的呃叫什么咱们的这个变量的执行的